這個 Rocky在裡面嗎? 對的,她爸爸媽媽都在 我先去下美食的間 妳明白嗎? 她覺得她說話 大師父,她媽媽 她怎么会是罗天的妈妈 罗天就没有想过 她这样会影响罗天的成长吗 为什么爸爸和别的阿姨 带她那儿早就要忠心 为什么别人还以为 那个阿姨是她的妈妈 我就说为什么最近罗天 她的心情怎么好 我还以为 我还以为是因为Rocky 还以为Joanne 我这么难过 不是为了罗天 是为了我们Rocky 她还这么想 刚刚开始看世界 开始看到的却是这么不正常 这么扭曲的意味 是 罗天这么自私 她这是在伤害我个儿的认识 那现在就过去 让酒员滚蛋 要是之前 我一定这么做 我早就冲进去了 可是现在不行 同样是为了Rocky 同样是为了Rocky 我不得不给罗天这个面子 我不能所爱她们的父子关系 我希望在Rocky的世界里 爸爸妈妈 永远是和睦的 你这样生活着不累吗 这样生活在一个戴面具的家庭里面 一样对孩子的成长有伤害啊 你会当着宝宝的面和你老公炒吗 尽量不炒 那有时候忍不住还是会炒几句的 非要给一个理由的话 我就希望我们家妈妈 生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里 我的办法 肯定会是让自己很辛苦 但我相信 我会处理得更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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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好像你 好 你知道吗 我做了一个活动 我带了两个云南三区的小孩 去旅行 连续七年哦 现在 有一个 是拿了福斯高雅 在NYU 另外一个 是在香格里拉做环保工作 我们也不常联系 每年就见这么一次 可是你会感受到 这旅行的真正power 真想给你一起去一次旅行 感受一下你的能力 我完全可以啊 不过 不知道 她妈妈 可不可以呢 我 幻想一下不犯罪吧 瓜子 其实我跟木子啊 每天都会到国外去旅行一次的 你们那种怎么会算是旅行 充其量就是度假和旅游而已 就是找个度假村 吃吃BBQ 晒晒太阳 喝喝果汁而已 不是我说的那种旅行 真正的旅行 应该怎么说呢 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 不过只要你真正在旅行的时候 你就会感受到 这就是 是不是 我已经想了一套 可以瓦解洛天和正安关系的计划 这套计划 不会影响到我和洛天的感情 也不会让我们吵架的 是啊 打感情牌吗 不是不是 我想我这个方法吧 我是一般的女人能够想出来的 所以我迫不及待地想听听你的意见 对 是这样啊 明天 洛天亮跟我说 他一早会出去 要不动跟一个客户指和指 他说的是客户 我说 好 不及还在睡啊 还在睡 什么时候去还在 刚起不久 今天这的客人是几点钟啊 九点半 哦 要在哪儿啊 普通 普通啊 这么大楼眼 什么酒店这么有吸引力啊 新开的酒店啊 你今天不去公司啊 我今天当然得去公司了 我哪里有周末呀 哦 我再带着给家 辛苦你了啊 真像父母心啊 嗯 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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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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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师傅 请你先往普通方向给我开啊 好 谢谢啊 好的 好 哎 哎 你好 你好 哎 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 今天的brunch 有没有一位洛先生 或者乔小姐的定位啊 能不能帮我确认一下 哦 洛先生有定位是吧 啊 两位的 哦 好 好 哦 应该会准时吧 好 谢谢 哦 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所以我说啊 现在能够有10%的回报 那已经相当相当厉害了 是啊 逐笔放银行好嘛 那你聪明啊 那我还得有专人的帮忙指点呢 你有演过 怎么 你是回家还是回公司 你哪算的我就去哪儿 无论我都是一个人 公司与家有分别吗 这地下二层吧 对啊 这不写着B2吗 是地下二层啊 怎么了 不是 我记得我车子停在 停在这儿啊 不会吧 是 在这儿啊 你再找找 của 没有啊 他要不要报警啊 车子在牧子的名下 我得打个电话给他 让他报警啊 您好 由于您去年没有出现 所以今年续保有优惠 如果没有问题 请您确认签字 没问题 喂 你忙完了 我 已经好了 谢谢 我呀 我不在4S店给你的车做保养吗 你说你把车开到4S店去保养了 你昨天不是说雨沙气坏了吗 你正好车要做保养了 你还在那儿吗 那我马上过来接你 十分钟 十分钟就到了 好 爸 拜托 你到底是自己开车过来 还是你老婆送你过来 你一点都不记得了 我开的 当然是我开的啊 我 我记得清清楚楚的 但 但牧子说他已经把车送到4S店去保养了 你说 不要这样子看我啊 我没有病 我记得清清楚楚 是我开的 哎呀 好等更啊 我下次徒步的时候要讲鬼故事 我准讲你这一段 我发誓 我发誓 真的是我开的 好了 你要等李牧子 那我先走了 哎呀 不好意思啊 不会啊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我 抱歉 抱歉 没事啦 挺有意思的 嗯 简单 老师 吃吃吃吃吃看 保险带 赶紧了 现在罚款可历了 我这对车发誓 早上是我把它给开出来 你看这个4S店的结算单哪儿来 早晨我把你和Rocky送到那儿之后 我直接去的4S店 你不记得了 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 今天早晨我就觉得你神人叨叨的 我以为你还没睡醒呢 我一路上开着车跟你说话 你都没理我 是吗 你最近怎么老是心神不宁的呀 哪有啊 你是不是带Rocky累了 还是你有什么事瞒我啊 啊 我 我有什么事瞒你啊 你还说梦话了啊 我说梦话 不可能 不可能 你自己说梦话你怎么会知道啊 说得还挺大声的呢 我 我都说了什么 我想不起来了 其实当时我都记着嘛 我还想着醒来全告诉你 现在人想不起来了 大概 大概说了什么 什么大概啊 知道个大概 我都全部都记起来了吗 都想不起来了 反正你说了 干嘛这么紧张啊 你真有什么事情瞒我呀 你真有什么事情瞒我呀 我哪有事瞒你呀 我哪有事瞒你呀 想你也不敢 你这个Brench好不好吃啊 Brench 你刚吃完的那个Brench 好吃的话 我以后带那个客户过来呀 可以啊 还可以啊 可以啊 还可以啊 还可以啊 那你的客户买了 你不满意吗 你招打他好吗 挺好的 挺好的 还可以啊 好 只是想不想 3 3 4 4 5 5 3 要 5 6 6 6 味噌 你听着她在哭啊 做梦吧你 没听见 这么晚谁来了 嗯 我说这么晚谁按门铃啊 什么门铃啊 没听见啊 说什么呢 你 你没听到啊 什么呀 门铃 没有啊 没听到啊 老伯还是不过老伯 老伯 谁啊 谁 你别开玩笑了 不是 老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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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这和那些 什么 老伯 这是谁 你 呀 太好 收鼓了 很快就会缓回来的啊 成人喝了 你明天还是跟我去一趟酒店 车子是你的 必须要你出示证件 酒店才肯给调看监控 你怎么还在想这个事情呢 车子不已经找到了吗 你也没报警 人家怎么会随随便便 给我们看这些监控呢 谁都要看酒店不忙似吗 我怎么想啊这 我都觉得那车是我自个开去的 因为我记得我停车位置 就在那 地下二层呢 抄什么脑袋呀 你就是心事多吗 你整天猛叉叉的样子 真有心事啊 没有的 是不是前期又来烦你了 不会啊那露露没走 她不敢来找查的 那还有什么事情呢 这工作上也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呀 是吧 听说酒安不也还给你找了两个新的客户 恋爱了 有新目标了 跟水灵啊 妖恋爱也跟你那样啊 下面也是你 真会说话啊 喝了糖啊 还有了 你那条内裤打算什么时候洗啊 都泡在水里泡那么久 没有我早上刷完牙这我一洗好 都晾成了 哪里呀 你自己再去看看 还泡着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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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想下班吗 女士 现在才三点 没有 没有 我听说 你老公肯帮你带孩子了 他在家嘛 他做股票 方便 我今天到这里来 不是来跟你讨论你的家庭问题 我是想告诉你 明年Beauty和Vivi 将要合并成为一本杂志 所以你和乔恩之间 只有可能一个人 留在新的杂志社担任主编 主编 是的 怎么 没怎么 怎么 我知道 一山不龙二王 现在你们终于有机会 会一比高低了 我希望能看到你们两个 都拼得精疲力竭的时候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 你们到底是谁 更有潜力 您都做过 你怎样 你儿还要把我 可恶什么 我现在要把你帮你 去哪儿 我这种 我实际中 你不住 我真的都没跟你说 我对呀 也要不住 那不住 你一定会帮我的 是不是 可万一Rocky一哭 不就穿帮了 不会的 Rocky不会哭的 她看见美女 不会哭的 走吧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Rocky四点钟的课 她在哪个房间 底楼 转右 正对的房间 好 等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老公 你在哪 你快去 我先把监控关了 腰转 好 腰转 腰转 好 好 好 谢谢啊 阿姨 你认识我吗 哇 大老虎 你 好 好 阿姨给她睡吧好不好 好不好 好不好玩吗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一 二 孙伯 有约会啊 约什么约啊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我回来找一个文件 什么文件 昨天晚上打印的那个呀 要不 我帮你走 不用了 找着了 打个电话回来给我 我给你送过去就好了 这 我怕你找不到嘛 对吧 好 那我先走了 好 我送你 Rocky呢 Rocky在楼下醒了 待会儿我带她去去去 去上课去 好 今天几点钟下课啊 六点啊 回家大概差不多快几点了 那等我回来吃饭 配上这个更好看 拜拜 拜拜 好 没出来 妈妈 Rocky 快出去 Rocky Rocky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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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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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有人进来把Rocky抱走了 你告诉我那个那个那个摄像头 摄像头那个操作要怎么样操作 哎呦洛天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Rocky跟我在一起啊 我不是回来把Rocky给接走的吗 我送他去上课呀 Rocky跟你在一块儿 不是你刚刚 你刚刚你回来拿东西 你走的时候明明是一个人啊 这两年怎么了呀洛天 你不是跟我说 你说你休息得不好吗 那我说我来把孩子接走 让你在家好好的睡一睡嘛 好好好 在你那儿就好 在你那儿就好 在你休息医里 在你休息医里 你看我哪儿就好 我都快了 那你休息了 你休息了 都快了 你休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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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休息了 慢点 可以休息了 你休息了 你休息了 我休息了 现在好了 现在好了 我今天不带洛天去上课了 好 抱歉啊 好 抱歉 拜拜 拜拜 我要是洛天 现在肯定已经被吓得半死了 这种办法 开黑只有您想得出来了 其实这种办法 也不是我的准理 梅斯登以前用过这样的方法 敢走过她的竞争对手 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这样对洛天 是不是好 但我对洛天还是有把握的 我相信她最终还是会明白我这么做 都是为了我们 为了我们这个家 为了保护我们的婚姻 她最终还会感激我的 其实嘉宾啊 你只要知道自己的目的是什么 只要是不违法的 你怎么做都OK 目的最重要 过程不重要 我看今天过后 洛天和Joanne的事情 就要被你摆平了 希望吧 其实这种事情啊 我肯定已经离婚了 我肯定已经离婚了 那是你的年纪 女人到了我这把年纪啊 想法就不一样的了 到我这个年纪的女人 对待婚姻的正确态度 只有一个 就是绝不离婚 否则只是轻者痛 愁者快 其实你围绕这四个字去想办法 一切都会像是沿途的风景一样 说过去就真的过去的 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卡 别说他们现在只是吃吃饭 夏宾 你相信吗 要是被我真的是捉奸在床 我估计 我还是会坚持这四个字 绝不离婚 我是不能理解 你说这两个人都不爱了 你们还在一起干吗呀 都有孩子了 还叫什么爱啊 可 这跟孩子没关系啊 每次登来找过我了 我和周外洋还真的是 无是冤家不去同 我们两个开要合并 我们两人只能留一个做主编 不会吧 主编 你要是需要帮忙的话 你一定告诉我 我妈帮我请了一个保姆 过几天就来上班了 我就有空了 谢谢你的好意啊 不过你现在一个家庭父女 能帮我什么呀 你还是再教好我大孩子 走啊 要做一点 要做一点 老公啊 老公是越长越像你了 这耳朵长得跟你的是一模一样的 是不是 是不是像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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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呀 这么晚 那个广告吧 你现在是越来越不爱出去了 早叫班呢很快就到期了呀 咱们还严不严了吗 不严了吧 我看你也不常去 去去去去去去去 相比早叫中心那种封闭的环境 我想带朗希到附近的公园活动就好了 不用了不用了不要了不要了 你这个毛衣 多少天没换了呀 你不爱出门 也不能不休边回呀 你让我回去洗了它 不能吃了啊 不能吃了 那也不见人换了干什么 来 不吃了不吃了 我 嗨 嗨 你不是在印度吗 什么时候回来的 因为不安全 所以提早回来了 昨天给你打电话 你又没接 所以只好在这里找你 对不起 我这里 出了点问题 问题 如果是因为这个原因 它要让你跟我保持距离的话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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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能说 在过去的日子里 我太高估它了 没有没有 真的没有 最近几乎没有跟我提起过你的名字 只是我想 我想它应该知道我们 走得比较近吧 这有问题吗 没有 当然没有 只是 我们只是聊聊天 我们几乎连一顿正式的饭都没有吃过 你又常常带着Rocky 所以我们也不可能去酒吧喝酒 如果这样还算是问题的话 那我明白了 我就要告诉我自己 我要必须跟我的基金经理保持一定的距离 就要你误会我的意思 你误会了 我只是告诉你说 我现在出现这种问题 我没有责过你们的意思 我们的关系其实你很清楚 你有足够的时间和理由去好好处理和解释 甚至可以坚持自己交友的空间和权利 可是 我现在并没有看到是这样 相反 我却觉得你很懦弱 很担惊受怕 我真的不知道你怕什么 其实你没错 我也没错 只是猜记得那个人错 别 别 别走 我承认是我的问题 我会找机会跟牧师解释 但请你不要因此改变你对我的看法 至少不要影响我 不要影响我们 我们现在我绝对这种美好的关系 好的 我真的很希望是这样 可是很抱歉 你真的让我说 我的天啊 我林晓中的男性朋友 这个有担当 会果断的人 我对不起 我还是没有疼异的 我只是想让你去 不想把你去 那就是这样 我不想让你去 我感觉到这边 不想让我看得着 我自己去 你也没有想到我 我只是说 我已经放在副座椅上海了 好 就这样吧 宝贝 我去上班了啊 等一下 怎么了 过来一下 我有件事跟你说 什么事情 坐 什么事啊 这票你看 什么票 你得看看那个日期 也会让你想到什么 你想说什么 就那天啊 那天我说的是我自己开车到浦东的 你说是你开车是送我去的 我是九点半到了浦东 但这张打车票呢是九点钟上车 九点五十分下车 想到什么没有 哪儿在弄了这张票 百名一书啊 我再让你看别的 是你打车到浦东 把我开去的车开去保养厂保养 是你带人回来把洛奇给抱走的 有人看见一个漂亮的小姑娘 把洛奇给抱走 是下病是不是 还有我的内裤 我洗好了 你也给我拿回盆 还有我列举出来 很多很多很多那些事情 你制造这些事情 你就是要让我觉得我自己的精神错乱 是不是 那天我问你去哪儿 你跟我说 你去浦东约见一个客户 你约见的是九安 九安也是我的客户 而且是你介绍给我的 不错 那天我是去见她了 而且我再告诉你 昨天我也见了她 我们还聊了很久 但是 我们没有你想象那种过分的关系 李布子 如果之前你所做的那些事情 只是为了要警告我的话 那我告诉你 你最好到此为止 你不觉得你和九安之间 已经超过了正常的基金经理和客户的关系 我们在一起只是喝茶聊天 就到这里 喝茶聊天 你们认识才几天啊 怎么怎么怎么 你是对我没信心 还是对你自己没信心 我说你九万没信心 不是没有男人没为他离婚 他说他不涉足别人幸福的婚姻 如果你担心的话 怎么 你是不是认为我们婚姻够不上幸福两个字 我们有这么好的房子住 这么好的工作 那么好的车 我们想要旅行的时候 随时可以带着孩子去世界任何一个角落 我们 我们这样的婚姻还不叫幸福 请问什么样的婚姻叫幸福啊 你告诉我 你不要给我身在福州不止福 你们之间聊什么骂你跟着啊 什么 什么 音乐 旅行 电影 诗 差不多了 这些我也很感兴趣 我们刚认识的时候 不也是经常聊的是这些吗 可是现在当然不同了 我们有了孩子 家里这么多的状况 我们自然不能老是聊哪些东西嘛 我们聊的肯定是离不开孩子啊 家 那 这样吧 以后你要跟他约着在一起喝茶聊天 我一起去 我也很会聊的 下次再说 我来约他 我来约他 你今天会不会穿得有点太隆重了 你们两个约着出来吃饭聊天 这家餐厅从来没来过呀 没有 我们都是到普通咖啡厅 咖啡而已 周恩不是号称特别有品味的吗 这家餐厅都没来过啊 不过也是 她笑声太大 这里也不合适 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我迟到了 没事 迟到好多 我的天 露子 你今天好漂亮啊 我不知道是这么隆重和正式的聚会 你看我 我一天都在旁里拍片 没来得及去换衣服就这么来了 我对不起 这脸色多好啊 真的吗 谢谢 没事没事没事 反正我们又不是来看走秀的啊 这本来啊 是一家老牌的上海西餐厅 去年啊 转租给一个法国人和两个中国人 这三个人呢 发誓要把这家餐厅做成上海最最正宗的法餐厅 不是 这拼盘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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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真的吗 这个口感特别特别好 有缘分不准 其他地方都根本吃不到的 试试看 这里定位啊 提前一个礼拜 好 没想到慕子呢 对这个餐厅这么熟悉和了解 这位小姐 你出来 哦 it's okay this thank you 哎 乔安 嗨 哦 嗨 不好意思 碰到熟人 去打个招呼 是是 excuse me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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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丽 你怎么办 我不要 我还要开车 我真是个外人迷啊 到处都有熟灵 是 好 没问题 这就是我 好吗 放电了 放电了 谢谢 干杯 干杯 你好 杨先生 杨太太 好 刚刚的服务员好像跟她也挺熟的 嗯 你的意思叫静雯 不好意思 碰到一些熟客 当然要打个招呼问候一下吧 熟客人 嗯哼 你的意思是 我的天啊 你 你该不会是这家餐厅的老板吧 啊 刚刚木子说 三个老板 一个法国人 两个中国人 你 你 你是 没错 两个中国人当中 其中一个就是我 冰狗 不过 我所占的部分是最少的 因为我有媒体的优势啊 所以可以为餐厅 带来不错的生意 我怎么没听你说过呢 你们两个 谁也没有问起过我呀 再说了 现在投资一个餐厅 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吧 哦 对了 在你那里的钱 有不少 都是这里赚的了 哇哦 那是超级的 木子啊 没想到 你对酒的选择这么有味道 这是我们这里卖的最流行的 你说啊 这个上海啊 上万家的餐厅 那木子啊 选来选去 他就选中了这家餐厅 你说你们两个有没有缘啊 这当然有缘了 来 为我们的缘分 干杯 来来来 干杯 来来来 久安 真不好意思啊 原本说好请你吃饭了 结果到最后 变成你请我们吃饭了 哎呀怎么还跟我那么客气 就给我这次机会吧 你们能来是我的荣幸 谢谢啊 别客气 怎么 谢谢 对了木子 这是你刚刚点过的酒 刚好还多一瓶就带回去吧 哎呦不用不用不用 家里有好多酒 真的不用 没关系 对了 这个是我们 可以打很多优惠折扣的VIP卡 希望你们以后多点来 也带你们的朋友来 我其实不大经常来这里 不需要 我收下 好 谢谢啊 哎 好吧 那今天就这样 来 帮忙一下 好 谢谢您啊 你欢迎来 谢谢啊 谢谢 谢谢 好 好 再见 好 慢走 拜拜 味道还好吧 还会不会再缺 你是不是心里在嘲笑我 觉得 我又狠狠地输给了他一次 是不是 没有没有啊 餐厅是你自己选的 怎么能怪得了别人 这时候真的问人家请客呢 你呵乐而不为呢 我老是想跟人家去比这个比那个呢 把自己搞得紧张兮兮的 哎 别人未必想跟你比啊 哎我为什么不跟别人比 我非得跟他比啊 啊 因为我知道你会喜欢他 是不是 你难道不承认 不是啊 你知不知道结婚之前啊 你最吸引我的什么 就是你那份自信 他太有魅力了 还有那份潇洒 可是现在呢 现在我发现你真是越来越没自信 我曾经也和他一样 自由放松潇洒自信 后来因为我嫁给了你 给你生了孩子 我才变得这么紧张兮兮的 我紧张是因为我在乎你 我告诉你不是所有的男人 看到喜欢的人他都想怎么样 好 就因为你说你不控制住自己 我就要相信你 就要因为我明知道你会喜欢莫哥人 还要纵容你和他一起 没完没了的吃饭聊天 我跟你讲就是吃饭聊天 吃饭聊天 你为什么不相信呢 老实想无中生有 无是生非 好好日子不过 找了那么多饭呢 再这样下去啊 我跟你讲 你一日子你就来了 我们不争吵了好不好 我没有要给你争吵 Rocky 你爸爸妈妈没有在争吵 爸爸妈妈只是在 讨论一个问题 你爸爸妈妈永远都不会争吵 我们不争吵了啊 这件事情很快就会过去的 很快 你又打算怎么样啊 没有啊 不打算怎么样啊 不管你个事 我的问题我自己来处理 相信我们一定会过这个谈论 哎呦 这本身就没什么好处理的你 我告诉你 不争那就是最强的竞争 今天我是以洛天妻子的名义 来找你的 其实 你不是第一个以某某人妻子的名义 来找我的人 我也知道你即将要问的问题 我都已经有统一的答案了 我根本跟你老公 没有任何不正常的关系 不过如果 他喜欢上我 那是他的问题 不是我的问题 甚至是你的问题 如果你用这种威胁的语气来跟我讲 你知道的 这对我没有任何影响 我根本不在意 但你在意新刊物的主编位置 这晚 在你和男人打情骂俏 游山玩水的时候 我在做业绩 在做销量 看见这个后的没有 一目了然 我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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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只是上个月 酷 而且只有上个月 后面的我会做得更好 好到让你尖叫 你信不信 按你这个语气口气 那你就说新的主编的位置 为你莫属了 你把你在洛天那里的钱 全部拿出来 有亏损的我帮你补足 和洛天就不要再有任何联系了 这新主编位置 会是你的 即使你像现在这样 不求生机 不子 我太惊讶了 一个熊市基金的经理 和一个超级奶爸 真的能让你付出这么多吗 我跟他之间的关系 我就不和你聊了吧 你这次用这种方式 来对付我 那不知道下一回 你要用什么方式 或牺牲多少呢 别担心了 来一个赶一个 来两个赶一顺 来两个赶一顺 谢谢 你欢迎来 今天梅思邓一来啊 李莫愁可就定生死了 也决定我们以后 是继续伺候李莫愁呢 还是转身排九安的马屁 其实我宁肯不要换老大 为什么啊 李莫愁是挺看不起人的 但她做事情还算有板有眼了 那个九安完全是个情绪动物啊 我可看重她一点啊 听说啊 她给下属介绍男朋友 真的 万一是她又剩下的呢 不会是毒涉等级突飞猛进啊 欺负她 李莫愁 走啊 从我的表情你应该看出来了 我今天是你的暴喜鸟 您是说 我们两本杂志要合并了 合并以后还要读题 主编还是你啊 李莫子 我是想说 九安其实比我更合适 做这个新主编 你说什么 你想把这把交椅让给别人 是这样的 这段时间的生活 让我对事业和家庭的权衡 有了一些新的想法 我想我会对自己未来的生活和工作 做一些新的安排 你还是你吗 李莫子 如果在十年前 你坐在这儿告诉我 你就想当一个行情两母 我拦都不会拦你 我记得我们是说过的 你觉得一个女人活着 她应该活着自信活得精彩 其实以你个人的性格 孩子啊 你说你人生走哪一条路 我都说不上来 哪条路更合适你 哪条路对你来说更好或者是更坏 但既然你选择了这条路 而且都拼到现在了 你就这么随便的去放弃 你不担心以后 你会落得两手空空吗 你会落得两手空空吗 贝斯登 其实我这段时间也有想到你 这么长时间 你对我一直这么好 你是我的歌 但真的 二十年 你中间有没有后悔过呀 你看到别人享受天伦之乐 恩恩爱爱的 你有没有担心过你自己一个人 将来老了 怎么办呀 当然要 我是个人 而且还是一个女人 但是我刚才已经跟你说了 既然我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我会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我想一个人不能用自己大半辈子的时间 来为自己的老年生活打算吧 你说是不是啊 那要是再给你一个选择呢 我同样选择现在 因为我知道另外一种生活 对我来讲不合适 也许我会更无法忍受 木子 我再给你三天的时间 你要好好地想一想 不用了 你再给我三天时间 我会做同样的选择 买卖 吃口面包 我们要吃药了 谢谢啊 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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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应该要来吃一点面包了 好香喔 诶 元宝昨天是不是来过了 还好吗 挺好的 你看啊 你看啊 你不想吃啊 吃什么 吃广告 好 慢慢 你再不吃 我可要全部吃掉了 好 你想不想留一块啊 多帅 要是没事的话你先走吧 我想自己待一会儿 好啊 没问题 那有事给我打电话吗 满满一口都还没吃 是要之前自己来吃吗 妈妈 你叫我呀 你 宝宝 你手坏了 不要动了 我自己来吧 你不要管 我能做 都快几点了呀 你还不去上班啊 我跟公司打过招呼了 你别动 你别动 一会儿等陈阿姨来了 我就走了 没事 你不要管啊 夏冰怎么还不回来啊 夏冰能做的我也一样能做 我是说她怎么还不回来 我来 我从现在开始啊 我会腾出来时间 我会陪着你 以后呢 我和陈阿姨 我们俩总要有一个人陪着你 你没听明白 妈的意思是 她为什么还不回来啊 她可能再也不回来了 她可能再也不回来了 我要跟她离婚了 她要跟你离婚啊 我要跟她离婚 又没发生什么重大的事情 干吗要离婚啊 还不算重大 怎么样才算重大 我非要等到发生了一个重大的什么事情 出了大事了然后才离婚吗 有了孩子的人 不要去一手离婚 是呀 我又不是照顾不了你 你 和满满 不可能都顾得上了 满满毕竟也是她的亲生女 她会向我们疼她一样去的 好 你要是真心为我着想 就不要离婚 我成她了 也能照顾你了 前提是 这事你让我做主的 好了好了 吃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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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этого 吃饭吧 我来能够掉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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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有些事如果你不想告诉我 我就不问了 但我想要告诉你 不管发生什么事 我都希望你像原原本本的 夏兵一样 做一个夏兵式的决定 任何时候 如果你怀疑了 犹豫了 回头看看 回头看看 我都一定会在你的身后守护你 支持你 全世界有数不清的妈妈 也有数不清的妻子 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一个夏兵 你是一个好妻子 你是一个好妈妈 但希望不要忘记你的名字 夏兵 我会的 谢谢 谢谢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